Zither Harp 尊敬的各位大德、各位菩萨大家好 大家请坐 今天是农曆七月十五佛欢喜日 我们在佛欢喜日里面一起来学习 中风角诗开示淨土发耀 这个是非常之有意义 因为世尊释迦牟尼佛 他来到人间试验成佛 他的目的无他 正如我们淨土中 第二代祖师善道大师跟我们说 世尊所以轻出世 遗说彌陀本圆海 这个话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要来到我们这个世间 试验成佛 港经说法四十九年 这么辛苦 就是为了什么呢 原来就是为了和我们开示淨土发耀 为我们说明阿弥陀佛四十八大元 希望我们每一个众生都能够信愿念佛 求生淨土 这一生能够圆满地了脱生死 得到圆满的自在 一生能够成佛 这件事是佛最欢喜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佛欢喜日里面 一起来学习淨土发耀 这个题目 《中风角师开示淨土发耀》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中风角师》 《中风角师》 是元朝时代的人 如果我们参加过《三时系念》 对这位祖师 其实是很熟悉的 《中风角师》 他的本名 是上名下本 是明本禅师 他在禅宗里面 大哲大悟 接着他写下来 这本《三时系念》的法会 为我们后世的淨土学人 留下这本法事 我们师父上人 上静下空老法师 提倡我们在七百日当中 每日能够参加《三时系念》的法事 或者可以在家中 读众《三时系念》的法本 互觉悉灾 帮助世间消灾免难 祖师和我们开示 帮助世间消灾免难 最殊性最有效的方法 莫过于念佛 所以《三时系念》 就是一个念佛的法事 大家都做得很欢喜 我们这一段的淨土法要开始 亦从《三时系念》当中折除除 这位中风角师 明本禅师 他不是普通人 我们在传记中看到 他从世威仪 和其他小孩不同 人家的小孩很喜欢玩 但是中风角师 从世 他很喜欢唱佛门中的凡辈 做法事 这是他天生的爱好 我们可以知道 这位大师 他不是一般人 是过来的 灾来人 所以他的喜好 和一般小孩不一样 他根性很离 他十五岁的时候 蒙发了出家的念头 深入读经 他十五岁的时候 已经在授慈 《法花经》 《玄角经》 《金刚经》 《金刚经》 读经读到疲倦 用自己的头去撞柱 一撞 人便清醒 用这种方法 来鞭测自己 警惕自己 所以你看看 这位大师十几岁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行词 确实不是一般人 到了有一天 他读《金刚经》 读到《何丹如来》 这句经文 就仿然又捉不住 所以从此以后 他对于佛经 乃至于其他的学派 儒家的 道家的这些经典 都能够融为管通 智慧开了 到了24岁那年 就跟随高峰禅师出家 高峰禅师住在天牧山 在杭州 可能有些同修都去参访过 高峰禅师是当时一位 很有名的大师 高峰禅师也是明心见证的大德 高峰禅师非常之喜欢中峰禅师 这个对他也是非常之用心培养 在中峰禅师27岁那年 在一个恩怨下 高峰禅师点化他 触动他的宿世的善根 当下大切大悟 大切大悟 他就是跟诸佛如来景界一样 之后高峰禅师就要他代替他来为众生广泛 但是中峰禅师他非常喜欢清静 虽然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了 很多人请教但是他尽量不接触外缘 甚至当时的宰相请求他出来 在杭州宁忍子做方丈 他都借住了 可以见得这位大师确实是淡薄明理 明文利养一切放下 喜欢静修 为我们后世修行人做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甚至后来皇帝 元朝的皇帝 属于元仁忠 请他出来封他做国师 他都总是借口身体不适 借住 所以这位大师 正是为我们做出秀行人的最好的榜样 到最后 他是61岁 往生 往生的时候是坐着走的 虽然中风国师是禅宗的大德 但是他对淨土方面的开示 非常精疲 大家做中风三次系列 相信都会有同感 每一时里面都有大师的开示 这些开示 确实是非常圆满 语言又非常简直 优美 我们今天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 一起来学习 三时系列当中 第一时 最后 是在忏悔之后的一段开示 某心定的题目就是 中风国师开示淨土法要 淨土的法要 确实在这段短短的文字当中 概括得非常周长 真是一个很好的静土的要字 和静土中祖师大德开示的 完全是一致的 我们认真合习这一段 不单止帮助我们在三次系列当中 能够容易随闻入观 因为理解淨土的法要之后 就掌握到光领 掌握光领 就很容易入门 我们平时的修行 念佛 都很容易上路 这一生 真正能够有这个机会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当生成就 一往生极乐世界 那真是恭喜你 你静得大圆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偶益大师说 静土法门是自遁自圆 它是遁教 它是原教 遁就是快速成就 你能够念佛 阿彌陀经常说 若一日至若七日 你就能够成就 只要你能够掌握这些光领 确实是这么快速的 而且往生极乐世界之后 亦都可以快速成佛 一生成就 而且成就的是 圆满的佛果 所以叫自遁自圆的法门 我们这一生真是很幸运 人生难得今已得 佛法难门今已门 淨土难遇今已遇 而我们能够淨土当中 又碰上中风角诗的这一段 这么简短的开示 可以一下子使我们 抓住淨土中的光领 这个是非常非常之幸运 大家是多生多劫 善根福得恩怨成就 蒙诸佛菩萨加持 所以我们用神经之心 好好学习这一篇短文 我们先来看第一句经文 呼淨土之为教也 呼第一个字是语气佐词 没有意思的 古文常常用这个字 作为开词 淨土之为教也 说的就是淨土中的这种教学 语气佐语 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 大慈大悲 心重怨力 涉取十方一切众生 凡据信心者皆得往生 这就是淨土法门 这个就是淨土法门 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淨土法门 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八大圆 这个四十八大圆 叫做大慈大悲 心重怨力 所以我们修学一个宗 最重要是拿着它的光领 它的核心 有的放肆 你的成就快速 淨土中的核心在哪里呢 就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圆 四十八大圆 接引一切众生往生 所以下面讲的 涉取十方一切众生 这个涉取 涉是涉仇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是六取 就好像我们要移民到其他的国家 香港人很多都是移民的 如果你想移民到澳洲 移民到纽西拿 你都要去申请 符合他们的条件 才可以录取 阿弥陀佛这个极乐世界 它是好像一个国土一样 录取他方世界的移民 而且这些移民是没有界限的 十方一切众生 所有众生都有资格来 包括我们在座的人 通通都有资格 而且最难得的是 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亲自来接人的 阿弥陀佛 以及观世音菩萨 大世之菩萨 极乐世界的连持海会 一切的菩萨 都来接人来 这个难得 现在你想移民到澳洲 纽西南这些其他国家 你去的时候 他们的国家总理 有没有来接引你 部长有没有来 不是 不会 但是你去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带着 观世音菩萨 大世之菩萨 西方三圣 一起来 热情欢迎你 热情欢迎你 那我们怎样才能往生呢 怎样才有这个条件 移民到极乐世界呢 这个条件很简单 下面说 犯据信心者皆得往生 你只要有信心 你就能够往生 对你 可以说 不需要任何要求 只要求你能够有信心 这个不用你要多少钱 亦都不用考察你有多少资产 你的学历有多高 有多少文化 都不需要 犯据信心者皆得往生 那这个信心 是真的 你真信 你能够真信 你一定愿意往生 信一定有愿 你愿意往生 你一定念佛 所以后面肯定带着行 信愿行 是往生的三资粮 资粮就是条件 好像古人出远门上路 带着一些资金 带着一些银 带着一些资粮 带着一些干粮 带着一些资粮 你才可以上路 所以你的那个条件 就是信愿行三资粮 这个不需要你求人 只是求自己 你具足三资粮 必定往生 那我们要好好地看看 我们有没有具备这三资粮 下面说 信者 信有西方淨土 信有阿弥陀佛 摄取众生之时 我等众生 信有往生之分 那信者 什么叫信 下面就解释了 信要信三件事 第一个 信有西方淨土 就是说你相信 有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 在《无量寿经》 在《阿弥陀经》当中 和我们介绍 西方淨土 是阿弥陀佛的 过去 用《无量劫》的功德 建造的 他发起四十八大愿 接引一切有缘众生 来往生及到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修成正过 这个《无量寿经》 讲得非常详细 《阿弥陀经》也有讲到 我们现在在《阿弥陀佛世界》 《阿弥陀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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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要信什么呢 信有阿弥陀佛 摄取众生之事 你要信阿弥陀佛真有 他是《阿弥陀佛世界》的教主 他真有四十八大愿 落实了 阿弥陀佛在《无量劫》之前 《阿弥陀佛世界》 是一个国王 后来跟世间自在王佛出家 成就 然后发起四十八大愿 接引众生来他的《阿弥陀佛世界》 他发愿 假使四十八大愿 由一愿 不能够成就 他誓不成正觉 他不成佛 现在他已经成佛 十劫了 所以说明他四十八大愿 远远都成就 所以我们坚信 阿弥陀佛接引众生 这个事情真实不假 第三个事 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 这个是我们要有自信心 我们现在虽然是凡夫 虽然有很多烦恼 但是我们有往生的本分 这个分就是 条件、资格的意思 要相信我有条件、有资格往生 为什么呢? 因为佛经上说得很清楚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上 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静得 一切众生 包括我在内 都有如来的智慧得上 也就是说我们和佛平等 本来就是平等 本来就是平等 我们的智慧 本来和佛是一样的 我们的德能、上好和佛 一点都不会差 这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但是因为我们有妄想执着 所以这些本来面目 比如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 我们的妄想覆盖住 不能够现前 所以搞到我们现在这么可怜 那现在阿弥陀佛接引我们往生 只不过是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 在极乐世界就可以恢复了 所以 人人都有条件、有资格往生 因为人人本来是佛 这个本来是佛不是说 原先是佛 现在不是佛 不是 是现在本来是佛 就是现在 当下 你就是佛 只不过你现在有烦恼 有妄想执着 所以 你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是佛 但是佛看得很清楚 他知道 你就是佛 你只要放下你的妄想执着 你的烦恼 你的佛性 圆满现前 一点都不会缺少 你当然有资格往生 極乐世界是佛国土 是你的家园 你的故乡 你回到自己的家 怎么说没有条件、没有资格 我们来到这个娑婆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园 不是我们的故乡 我们好像是 出来在这里观光旅游 玩一下 过几天就要回家 家里在哪里 家里是极乐世界 回家里人人都有资格 所以信我有往生之分 我有份往生 只要你肯放下这个娑婆世界 你就决定往生 所以这个是信这三件事 信有西方淨土 信有阿弥陀佛 摄取众生 这个事 亦都信我有往生的分 下面经文说 然 虽为 彌陀 摄取 众生往生 要信 为是 随心自然 感应道交 究竟 非从 外得 如是 信者 视为 真信 这里第一句说的 然 虽为 彌陀佛 摄取众生 往生 这是一个转节 然 就是虽然 虽然说 阿弥陀佛 摄取众生 接引众生 往生 极乐世界 有这个事 前面说的三件事 是事上的 我们要相信 每一个事后面都有理 有其事 必有其理 有什么道理呢 下面说的就是道理 要信 为是 随心自然 感应道交 这个就是信你 这个就是信你 你是什么呢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好 我们现在所处在这里的 娑婆世界也好 都是 唯心所现 唯息所变 《花炎经》上面说得很清楚 这个道理 确实说得太圆满了 所以想真正把淨土中 那个理教都明白 我们师父上人说 必须要深入花炎 必须要深入花炎 古大德清朝的彭济清老居士 他曾经说过 说《无量寿经》是中本花炎 《无量寿经》是淨土第一经 它是中本的花炎 换句话来说 《花炎经》是大本的《无量寿经》 所以《花炎经》也是淨土的经典 它是淨土经典的理论依据 这个道理太深深 太讲了 这个道理 《花炎经》上 讲的道理就是什么呢 一切法唯心所现 唯息所变 实方一切世界 包括我们娑婆世界 和吉乐世界 都是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 没有离开我们的真心本性 所以随心自现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 叫唯心淨土 静土 自生利陀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静土 不是说心外的静土 是说心外 没有法 没有静土 静土 也是我们的真心自性 变现出来的 跟娑婆世界一样 都是我们的真心自性 所现的 只是我们 凡夫 在你娑婆世界里面的凡夫 有妄想分别执着 所以把真心所现的静土 没有扭曲了 变成娑婆世界 感应道家说 这个感应 什么是这样呢 我们的心是这样 应是什么呢 国土 境界是应 如果我们的心 充满贪亲痴慢 妄想分别执着 这个感什么呢 感得的就是 围土 五族恶势 疏破世界 如果贪亲痴重的 就可以感应得 山乐道 地狱恶鬼畜生 地狱到亲为心感应出来 贪心感应的是恶鬼 愚痴 糊涂 不明是理 这些感应的畜生 感应来的 我们现在想往生淨土 如何往生 只要把我们的 污染的 这个心 转变成 静心 静念 就感应到淨土 所以淨土 是心静 则觉土静 通通都是自心变现出来的 所以下面说 究竟非从外得 不是从外面得来的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通通通都是内心里面的 所言出来的 如是信者 是为真信 你能够真正这样信 信这个事 信这个理 你才叫做真信 能够在世上信 信前面的三件事 有淨土 有阿弥陀佛 亦都信我自己有往生的资格 一心念佛 对于道理 如果不明白 可不可以往生呢? 可以 祖师大德 跟我们已经说过 连慈大师也说过 说你执事 而不明理 你对于事相 珍修 你真信 真感 真念佛 求生正土 哪怕是你的道理不明白 唯心正土 自圣彼陀 你不太明白 不要紧 一样往生 往生哪里呢?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凡性同居徒 你还是凡夫 你明明心见性 但是 蒙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你 你一样可以出轮回 出三界 往生的极乐世界里面 在极乐世界里面 明心见性 一样 但反过来说 如果我对这些道理 有人能够明白 但在事上 不能够珍修 特别很多是知识分子 好像我们这一类人 容易犯这种错误 这些道理是搞明白 甚至懂得说 但是 不肯练佛 认为反正是唯心正土 自圣尼陀 自圣尼陀 不出我的心 需要练佛呢? 这样是执理 不肯练佛 不肯练佛 事上要珍修 明白道理的目的 就是为了使你在事上真干 事上不肯真干 道理还未完全明白 所以什么叫真信 真信的人一定是真干 信愿行肯定是具足的 这个信当然有层次 一般人 他信得很浅 好像刚刚初学的同修 信佛 看他信是信 信得很虔诚 释迦牟尼佛 叫我们求生正土 我们就求生正土 但是对于正土中的这些道理 不明白 他完全是什么呢? 信释迦牟尼佛的人格 他不会骗我们 他叫我们去极乐世界 一定没有错 所以我们就坚信他 这种信 是最初步的 我们说仰信 但是道理不明白 不可以叫做正信 更不可以叫做真信 什么叫做正信? 正信是明白道理 知道原来 我们这个世界 和极乐世界 都是我们为心所言 为色所辨 也都对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有了解 对于正土中的法门 有了解 有正知正见 懂得理论 他是正信 他不是盲目地信 他不是盲目地信 真正的真信 是高级的正信 他是在真正依教奉行 真干真修当中 他体会出来了 他能够证明 佛讲的没错 他是亲身体验 亲身的体验 所以他的信 是非常坚定 任何的障碍都不能够动摇他 无量寿经所说的 假使 大火满三千 成佛威力 皆能超 假使三千大千世界 都是大火 来消你 你能够坚信 你对往生极乐世界 信心坚定 念阿弥陀佛 成阿弥陀佛的威德 一样可以超过 往生正土 这个信 是可以经得起考验 所以我们现在 看到世间这么多灾难 心里面会不会起恐惧呢 会不会害怕呢 如果有恐惧有害怕 信心不足下 我们要相信佛 无论是什么情况下 我们的信心不动摇 佛一定来接引我 没有一点的疑惑 这是真信 看我们有没有真信 就要在行为上去检测 对照下我们的信是否真 下面经文说的 信而无行 即不成其信 所以信愿行 三个条件 缺一不可 一定是一二三三二一 有一个必定有其他两个 有信心一定有法愿一定有行 信而不行 这就不叫信 所以行是什么呢 行就是念佛 修行 所以下面说 什么叫行 行者 能言经魂 刀涉六根 静念相忌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相忌 这个是引用 能言经大细致念佛元通章里面的四句经文 所以这个行就是念佛 如何念呢 十六个字 很简单 很明确 他说刀涉六根 就是帮我们的六根 涉住 专注 在这个佛号上 六根 是我们的眼耳 鼻涉身耳 六个器官 都要把他收回来 从哪里收回来 从外面的六层境界收回来 六层是色声香味触法 这六层境界 眼 从色尘 收回来 眼可以见色 颜色 一切的事物 都是叫色 从你所见到的境界上 收回来 从星尘 收回来 听到声 不要跟着声去跑 现在的人 听歌 听音乐 听到如痴如醉 整个耳根 已经跟着声尘跑 这把他收回来 鼻 从他的香尘 收回来 舌从味尘 收回来 在这些境界上 不要分别执着 不要理他 因为那些境界都是假的 凡所有上 皆是虚妄 六层境界都是虚妄 都是幻影来的 不是真实的 所以你收回来 收回来 六甘就涉住了 专注在哪里 正念相计 正念就是念阿弥陀佛 西方却指 各名妙行菩萨教动我们 九个字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这个是正念相计 我这个念佛的时候 把我们的意念 专注在佛号上面 只要我们的心收回来 六甘就涉住了 念一句阿弥陀佛 这句里面没有妄念 这个叫正念 然后再念一句阿弥陀佛 第二句都没有妄念 再念一句阿弥陀佛 也都没有妄念 一直念到第十句阿弥陀佛 都没有妄念 这十句就叫正念相计 就是继续 一句接一句里面 都没有妄念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怀疑 没有间断 没有夹杂任何的妄念 只叫正念相计 你能够一直念下去 功夫越来越提升 从十句开始 十句当中没有妄念 这个容易做到 然后一百句里面 都没有妄念 有些人都可以做到 再提升一千句里面 都没有妄念 都是正念相计 功夫不错 再提升一万句 十万句 一日二十四个小时 都能够保持 没有妄念夹杂 这句就叫正念相计 要你做几日 不需要多 短的一日 多的七日 若一日若二日至若七日 能够做到这样正念相计 这个功夫成片 这就叫做一生不乱 一生不乱的最下品 就是功夫成片 有功夫成片的功夫 你这一生有把握往生 功夫好的 你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往生自在 你看看 这么容易这么简单 大家为什么不去修 好吗 最糟糕就是 夹杂妄念 念佛念念想着 我的孙子放学没 我今天好像还没买菜 今天我的同事又怎么骂我 我又跟他怎么说 这样那样 是是非非 这些人我是非 贪亲自慢 就是打断我们念佛的 所以那些一定要放下 你不肯放下 你想念佛功夫成片 就难了 这个法门 你看看就这么简单 而且大世纪菩萨跟我们说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不需要用其他的方法 不需要参善 不需要密宗的持咒 就是念阿弥陀佛 就够了 自自然然 心开 心开 和禅宗里面说的 明心见性大切大悟 是一个境界 这是什么境界 成佛的境界 念佛可以成佛 下面 中风角师又引用 阿弥陀经的一段经文说 阿弥陀佛 不颠倒 即得往生 阿弥陀佛 极乐国土 好 这一段经文 亦是阿弥陀经里面最重要的一段经文 我们现在想往生极乐世界 怎样可以往生 阿弥陀经跟我们说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大家要重视这个善字 你首先是一个善男子善女人才行 因为极乐世界是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你如果不善 你去不到极乐世界 那善如何收 《观无量寿经》里面跟我们说 《观经三幅》 第一幅 孝养父母,奉侍师长 持心不杀,收十善业 这是最基本的标准 第一幅是仁天福 仁天善 第二幅是小乘 声闻的善 第三幅是大乘菩萨的善 我们想往生 最起码要做到第一幅 仁天善 第一是孝养父母 你最起码要做个孝子 孝养父母 奉侍师长 孝亲尊师 我们师父上人 提倡 让我们每一个正宗同学 都要受持三个根 随着美大乘菩萨 道家的根是太尚感应篇 说什么? 慈心不杀 说的因果 说我们起心动念 要懂得改恶修善 心底上的功夫 十善语道经就是劝我们修十善语 身不造杀道淫 淫是邪淫 在家不邪淫 出家不淫欲 口业不造妄语 恶口两舌其语 妄语就是骗人 骗人 恶口是骂人 说粗鲁难听的话 伤害人 两舌是说是非 说张家祥、李家短 特别是背着人后面说人坏话 破坏人的团结 两舌 其语是花言巧语 说些无聊话 去骗人 去洗到人迷惑 包括一些无聊的还笑 都是其余 意念上不能贪亲亲亲 贪恋 财色名食碎 你侮辱 亲是亲为心 发脾气 人家对我稍微有些不够礼貌 心里面就生怨恨 怀陷在心 耿耿于怀 这个亲为 包括贼道 傲慢 都属于亲为心 痴是如痴 不明因果 不明是你 糊里糊涂 做事 又又如如 患得患失 如痴 这些都是恶业 都要把他去除 你才叫做善男子善女人 所以 师父上人要我们 一定要在三个斤里面 下功夫 我记得我去年 师父上人 命令我在这里 用广东话 包括三个斤里面 都说过一次 可以 用来听听 做参考 做参考 我们 一定要对世间的明文 来养五欲六尘的享受 放得下 要放得下自私自利 放得下 贪亲痴慢 这才是善人 然后念佛 念阿弥陀佛 你才能够跟佛相应 下面的经文 又说到 文说阿弥陀佛 執持名号 你是听闻到阿弥陀佛的 法门 这个闻 一定要明白道理 不是只听见佛号 道理不明白 这个不算闻 所以我们 今天学习 中风国师 开始的淨土法要 这个就是 闻阿弥陀佛 说 就是念佛 執持名号 就是 執持住这句 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可以念四字 阿弥陀佛 也可以念六字 南无阿弥陀佛 最重要就是 執持 執就是執着住 執是保持 收这个法门 你可以用執着的 用阿弥陀佛 这句佛号的執着 来 代替对一切其他的執着 所以 这个法门 殊圣在哪里呢 是我们凡夫 受持起来 都很方便 因为你要我们凡夫 放下執着 不容易 就是因为我们是 執着 我们才是凡夫 你要我放下執着 我就不是凡夫 那凡夫如何修行 你可以用執着 執着什么呢 就是執着这句佛号 執持住他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日到刻 就是念着他 这个執着 但是这个執着 可以往生 这个就是殊圣的地方 而像再重的凡夫 一样可以得 你执着着这个佛号 若一日 若二日 乃至七日 这个说的日 阿弥陀经上面说的 不是说一个表法的意思 因为七 在阿弥陀经里面 是表圆满的意思 但是在这里 这个七日 就是七日 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 数目指 利根的人 念佛念一日 就可以了 可以怎样呢 一心不乱 顿根的人 念七日 都可以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有三个等级 最低的等级 就是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 是什么境界呢 阿弥陀佛这句佛号说 从朝到刻 从黑到朝 都不会间断 你念佛的心 不会断 这是功夫成片 有这个功夫 你决定往生 一定的 功夫好的 你想什么时候往生 就什么时候往生 你往生自在 忠品的一心不乱 是事一心不乱 这个就不是凡夫 那 相当于阿罗汉的境界 六种神通现前 他的烦恼 执着已经断了 已经 出来六道 人仲在这个世间 他已经不是六道众生 他是圣人 在最高的层次 是你一心不乱 你一心不乱 就是禅宗所说的 明心见诚 见诚成佛 他已经成佛了 这七日里面也可以做到 地藏经大家都比较熟 你看看 地藏经里面的婆罗门女 他母亲堕地狱 他为了救母亲 把自己所有家财都布施 然后念佛 他念国华定志在旺如来 念那个佛 跟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 他念到什么呢 至少是事一心不乱 所以他有能力到地狱里面去度众生 他成菩萨了 他念了多久 一日一夜 经常说的没错 弱一人 功夫再差的 七日都能够念到一心不乱 那我们就问了 我都念了不止七年了 啊 念了甚至几十年了 为什么好像一心不乱 一些消息都没有 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是我们没有放下 不是说我们的法门不属性 是我们对于这个世间 种种的 诱惑 种种人事物 这些境界 不肯放下 换句说话来说 没有真正想往生 啊 阿弥陀佛如果今天来接引你 你可不可以跟着走呢 是否立即可以放下呢 啊 这样那样 啊 种种借口 没有放下 还有很多事未办完 没有放下 啊 啊 儿子还未结婚 啊 或者女儿还未出家 啊 孙儿还未上学 啊 这样那样 和阿弥陀佛这么多条件 没有放下 所以啊 一心不乱啊 答不到啊 人家七日就可以得到了 我们念到一辈子 都未能够成就 这个怪是谁啊 啊 都是自己的问题 就是果然能够放下 你一定得 其人临命终时啊 真正放下的人 啊 念佛功夫成就 他临命终时啊 阿弥陀佛与诸圣中 他和观世音菩萨 大世子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的众菩萨 燃在你的面前 接引你往生 是人忠时心不颠倒 好 值得往生 阿弥陀佛 極乐国土 你看看 这真的是大成就 这里说的 是人忠时 是他临命终的时候 心不颠倒 这个说得好 经里没有说是人忠实一心不乱 他没有这么说 因为一心不乱 确实一般人可能很难达到 这里说心不颠倒就行 换句话来说 你只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你不糊涂 你在临终的时候 没有忘记你往生的愿 你能够真正放得下 这是心不颠倒 临终一念十念 念十句阿弥陀佛 就可以蒙阿弥陀佛接人你往生 最糟糕就是你颠倒 什么颠倒 我们在医院里往往看见 特别是家户病房的 重病好 到临命中的时候 什么人都不认识 甚至家人来探望他 他都不认识 一本说老人痴呆痴呆症 甚至有些业障重的人事不成 植物人 这些就很麻烦 他颠倒 颠倒的人 他就不会 他不记得起念佛了 他一定随业流转 看下他这一生做作什么业 如果是做善业多的 他还可以保住人天亮度 如果是恶业多的 就生恶到去了 所以我们修善很重要 这一生修善修福 临终的时候才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 即使是有病 头脑还是清醒的 人家帮你助念 才可以帮得到 如果头脑不清醒 助念也没用 当然助念比不助念要好 但是能不能帮他往生 没有把握 所以我们一生修善修福 不要享福 我们希望我们的福留在临终的时候响 临终的时候 能够心不颠倒 头脑清楚 不糊涂 这个是大幅度 我们可以保证能往生 所以我们做人 一定要拿着线 纯正纯善 身口业三业都要善 有些人说 你善 别人都恶 别人都欺负你 你就吃亏了 是吃亏了 就算我吃亏一百年 我活一百岁 吃亏就是一百年 一百年只是三万六千日 吃亏吃得多少呢 我这一世 能命中时我往生极乐世界 永脱轮回 这个太着手了 所以我们做人 不要怕吃亏 能够忍辱 能够忍养 与人无争 与世无求 身心很安稳 心里面唯一的目标 就是求生极乐世界 对这个世界 没有任何的欺求 我的生活好也好 不好也好 每日都是快快乐乐 接受一切 因为这个人 他往生才有这个把握 所以这个 是人忠实心不颠倒 这个可不可以达到呢 每个人都可以达到 最近我收到一篇报导 是讲的是四川省 德阳市的一位老居士 往生这个报导 我看得很感动 这位老居士 和他的老伴 夫妻两人 都是有文化的 两个人都是政府公务员 到了退休之后 学出佛了 接触到佛法 修学淨土 一心一意求往生 夫妻两人 每日念佛 修行很精准 他们就算出去玩 出去公园散读 两个人都不讲咸话 各自念佛 尽量减少 和外界的交往 退休之后 就是静修 好少向外攀缘 也都不走亲戚 一般的那些 没有必要的人情交往 通通都放下 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谈论佛法 也都不讲这些是是非非 也都不会谈这些家庭所事 或者过去的那些 因因怨怨 通通都不讲这些世俗的话 两个人就是交流心得 互相促进 互相勉励 生活很简单 好惜福 食肠素 两位老居士如是收了几年 有一天 这个老太太 她对她的先生说 她说 昨天晚刻我打坐念佛的时候 看见阿弥陀佛 金刚闪闪 阿弥陀佛很和善 来问我 说你想不想往生极乐世界 那我就对阿弥陀佛说 当然想 阿弥陀佛对她说 那现在去好不好 这个老太太就有点迟疑了 现在去是否早了一点 我女儿还未成家 还未嫁人 好像还未放得下 但是她心里面这样想 还未说出声 阿弥陀佛都已经知道了 阿弥陀佛对她笑了笑 忽然间就不见了 这个老妇人 老太太 醒了之后 觉得很后悔 哎呀 当时为什么没有一口答应 阿弥陀佛 就往生了就好了 结果失了一次机会 那她就把这件事当她先生说 这位她的先生 听了之后很有感触 他说 是啊 你看佛菩萨 祖师大德 劝我们要看破放下 万缘放下 这句话说得容易 做起来难啊 人生在世 就是在这些感情的糾纤里面 在这些五欲六层的追求里面 没有办法解决 生生世世轮回 就是被这些情汁害了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 一心一意求往生 念佛 坚定我们的信愿 不可以再浪费这一世了 所以这一次的事情 对两位老人家 都是一次很重要的提醒 对于这个世间 还有观念的 就是往生的障碍 现在都放不下 到了临终的时候 四大分离 很痛苦了 你那时还放不放得下 现在念佛 都提不起来 到了临终的时候 病痛折磨 痛得 哎哟巴哟的 还有没有可能念佛 所以放下 所以放下不是说等临终的时候才放下 现在就要放下 所以两个老人 从今以后要求她的子女 尽量少来探望他们 而且尽量少打电话 两个老人自己正收 规定每个月就是一号 中午11点到1点钟 才是打电话的时间 没事不要打电话 这段时间不打电话 这个月就过了 所以更加精准修行 如是又过了三个月 有一天 这个老太太呢 去市场买菜 按照日常的生活 老太太买菜 回到家要煮饭 回到家门口 叫门 叫了这个老头子 出来开门 没有人认 他只好自己放下菜篮 拿个锁匙开门进来 进来之后又叫老头子 是不是在 没有人认 他把菜篮放到厨房 周围看一看 厨房没有人 厨房没有人 看到房间门半掩 他进去推门一看 看到老头子 站在那里面向西方的窗口 动都不动 这个老太太呢 看到老头子 站在那里 就有些心里面不高兴 我这么辛苦买菜 叫你都不应 走到面前 看到这个老头子 盒掌 眼睛闭上 旁边那个 是个佛柜 上面有个练佛机 还在那里唱 这个老太太呢 上去推了他一下 不动 他老太太心里面 就很矛 诶 莫非他 然后呢 打开眼睛的眼皮 看到眼睛 动都不动 定定的 已经没有了神采 这个时候老太太才知道 他已经往生了 回头一看 那个佛桌上面 念佛机下面 压着一张纸 上面写着 是这个老头子留下的遗族 这个遗族呢 写得很感人 我想在这里 把这个遗族原文 和大家读出来 他遗族是这样写的 他说 师兄老伴 我先走一步 在极乐世界等你 一周以前 我就见到阿弥陀佛 知道自己要往生了 心里面非常高兴 但不敢说给你听 你我夫妻近五十年 一同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 哄哄哄哄 哈科蓬捧 值得庆幸的是 Fury 临近退休时终于接触了佛法 全身心投入念佛法门 这一辈子总算没白过 我往生之后 你不要慌乱 不要动我的身体 让念佛机继续开住 你也跟着念佛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 等明天早上再打电话通知儿女 围体送到寺院火化 骨灰就灑到寺后的树林里面 不要买什么骨灰盒 四大皆空 你要抓紧念佛 一心念佛 切记切记 这就是往生的这位老居士 留给他太太的遗族 所以你看看人家真正放得下 对这个世间一点留恋都没有 一心一意就求往生 到临命中时 心不颠倒 头脑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写下这个遗书 很清楚 往生很自在 站住走 人家可以得到 为什么我不得呢 我要相信 我也有往生之分 他能做到 我也可以做到 只要我能放得下 我有坚定的信愿 就决定往生 所以中风各司同我们 说这个 信之后 说行 如果信而无行 就不能叫做信 这个行 就是 有坚定的信心 坚定的怨力 一心一意念佛 所以下面经文说 如是行者 事明正行 就是 你能够按照 能言经上面讲的 都涉六根正念相计 这样去行 就是正行 按照阿弥陀经所说的 做个善男子善女人 一心不乱 念佛 能够 能够 临终时候 身不颠倒 就值得往生 击落世界 所以 这种修行 就叫做正土中的正行 正行 一定有辅助的 助行 什么叫做行呢 做行就是修善 做一个善男子善女人 怎样去做呢 师父上人已经跟我们 指示得很明白 只要你能够圆满六十 帝子规 太上感应篇 十善热道经 你就能够做善男子善女人 用你的这个断恶修善 作为作行 辅助你的正行 正座相修 你往生有保障 有把握 你念佛 你才能够放得下 你才能够真正做到 刀舌六根正念相计 你念佛才念不相应 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念到一生不乱 你就保证成佛 不是你一生成佛的话 就是往生逾入世界 一生不退成佛 这个是说行 信和行 下面是说信愿行三之良 中风国诗开示 行而无怨 即不成其行 这个是说行而无怨 你念佛 但是你无法怨 你不想往生就落世界 你念佛是什么呢 只是修善 你不是真正往生的 这个就不叫真是行 这个行有标准 行是建立在信愿基础上的 有行而无怨 这个行都是假的 比如说我如果念佛 一天可以念一万三万五万十万 这么多佛号 但是还骂人 还有很多计较 人家对我稍微有点失礼 我还生怨恨心 和别人过不去 甚至会骂人 生出很多恶念出来 或者是 经常看人的是是非非 批评人 说人不对的地方 对样样都不满意 或者是 贪财、贪色 贪食、贪水 贪明 贪心无放下 你说这些念佛 是不是真的行呢 这样念佛不相应 祖师大德说的好 口念微陀 心散乱 哭破喉咙也枉然 你念佛 能够念到 偶益大师说 好像铜墙铁壁一样 风吹不入 雨打不濕 啊 念佛念得这么精彩 但是 心里面还是自私自利 还是有人我是非 还是贪心痴慢放不下 还是对五欲六尘的享受 又追求 这个真是 你哭破喉咙念佛 都没用 过去李炳南老居士说 该怎样生死还是怎样生死 该怎样去轮回还是怎样轮回 为什么呢 心不相应 没有缘 你可能不服了 我天天做早晚货都发缘 缘生西方淨土中 每日都念的 口在那里念 心不是这么想 遇到境界现前的时候 就放不下了 做早晚货的时候 是缘生西方淨土中 一到发生事情的时候 就缘生娑婆极乐这个世界中 不肯放下 真正放下的人 一定不会有那么多计较 不会有那么多分别执着 遇到善缘 顺境 他不会起贪心 遇到逆境 恶缘 他不会起亲违心 什么都好 就像你去一个旅店住过一夜 第二天就要回家了 那个旅店里面 或者马上突然停水 突然间停电 或者服务很差 你想想 算了 反正明天一早就走了 不要和他计较这么多 就是这样的心情 就叫做放得下 我们来这个娑婆世界 就像住女店一样 明天就走了 还计较这么多 你保证不会再负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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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有缘 所以下面经文说 什么叫缘? 缘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缘 缘缘相应 视为大缘也 这里说的缘 是与阿弥陀佛四十八缘 缘缘相应 所以正宗同修 为什么要一定听经? 特别要听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第六品 就是缘阿弥陀佛四十八大缘 这个师父上人 有个详细的讲解 有时间应该听 听了之后 你才能够发出相应的缘 是与阿弥陀佛四十八大缘的核心 是第十八缘 十八缘是什么? 临终十年接引往生 十年必生缘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能够坚信 切怨求生淨土 到临终的时候 都不颠倒 念阿弥陀佛 甚至念十句 你都难往生 阿弥陀佛是接引你 这是核心 我现在发愿 求生淨土 一心一意求生淨土 就与阿弥陀佛这条缘相应 阿弥陀佛就是希望你往生 你早点来 你就说我早点来 我现在就来 你与阿弥陀佛相应 你不会拒绝阿弥陀佛 你随时随地 可以跟阿弥陀佛走 你这样才叫相应 四十八大缘 每一缘都含舍包括其他四十七缘 缘缘是缘容的 不是说独立的 如果有一缘不成立 所有四十八大缘都不成立 一缘能够缘满 四十八大缘通通缘满 所以有些人提商说 本缘念佛的 只要阿弥陀佛第十八大缘就可以了 其他缘都不用了 这些是什么呢 偏面理解 不知道四十八大缘是互相缘通的 缘容的 一缘就包括其他四十七缘 所以这里说 跟阿弥陀佛四十八缘 缘缘相应 不是说只是跟一个缘相应 是四十八大缘都相应 这个圈子叫做大缘 我们现在要发 跟阿弥陀佛同样的大缘 这个大缘 规纳起来就是四弘世缘 第一条 众生无边世缘度 这是大缘的核心 你看看四十八大缘 说些什么呢 就是导众生的 就是帮助众生快速成佛 我们又要有这样的心 我们希望众生断恶修善 破迷开悟 亦都能够跟我一样 信愿念佛求生淨土 我们要有这个心 这才叫相应 虽然我们现在和阿弥陀佛的能力相差太远了 人家阿弥陀佛 有圆满的智慧德能 可以在实方世界接引一切众生 我们现在做不到 能力虽然如此旋属 但是我们的愿一定是一样 同心同缘 我们用俗话来说 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力量虽然不足 但是我们的心一样 和阿弥陀佛要同心同缘 不可以说我这个心都没有了 如果这个心都没有了 你就往生不了了 因为为什么呢 这里讲得很清楚 要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圆圆相应 所以我往生极乐世界 为了什么呢 去极乐世界 能够 去极乐世界的大学留学 然后回来救这些众生 我不是去极乐世界享受的 有些人听见 极乐世界那么好 吃饭又不用自己去买菜 不用做煮菜 想吃什么 自然就发现到面前 吃完就不用洗碗 每样东西都这么好 私衣得衣 私食得食 快点去吧 贪图享受的心 能不能够往生 不可以往生 为什么呢 为自己个人打算 还是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的人 不是善人 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你不是善人 你想来 人家极乐世界的人 不找他 所以我们要 为度众生而求生净土 发起和阿弥陀佛同样的愿 虽然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圆满这个愿 但是我有这个愿 这个恩要种得好 我能够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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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善心 有这个慈悲心 这个是真实有这个愿 好像我们现在看到世间这么多灾难 作为一个佛弟子 如何可以帮世间化解灾难 自己一定要断恶修善 自己一定要精进修行 念佛 用我们自己的点滴功德 回向世间消灾面难 尽这一份心 这个就是慈悲心 这个就是菩提心 这个真心发生出来 和阿弥陀佛就相应了 所以 这个信愿行三之良 很重要 下面中风角师开始说 信行愿三 如顶三足缺一不可 这句话就很重要 这句话就很重要 信愿行三个条件 好像一个顶 古时候 这个顶是三个脚 你断了脚 那个顶就要倒了 所以缺一不可 所以信要坚信 缘要发大缘 众生无边世缘道 发缘求生正土 为道众生 为成佛道 行是什么呢 念阿弥陀佛 刀摄六根正念相计 那 这样 这一世 我们没有八个 啊 往生极乐世界 有把握 下面开始有说到 今以忘灵当之 现前一念 本至完尚 今以就是现在 这一段开示经文 是三时系念当中 第一时最后的开示 三时系念是超到忘灵的法会 所以这段开示 中风角诗 用对忘灵来说 但是虽然是对忘灵 对这些鬼神说 就是其实对我们说 所以忘灵当之 就是我们应当知道 知道什么 现前一念 就是我当下这个念头 本至完尚 这一念 本来就是圆满的 尚 就是恒常 永恒 它不是中断的 那 这个现前一念 本来是圆满的 本来是恒常的 为什么现在不圆满呢 现在的念头 乱七八糟 啊 这个 不能够常 恒常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 妄想分别执着 有种种的烦恼 所以把这个本至完尚的 这一念破坏了 这个本至完尚的一念 是圣得 只要我们放下 妄想分别执着 我们就见到本至完尚的境界 这个叫做一真法界 继续世界就是一真法界 就是一真法界 下面开始说 信行愿 愿是自己 本来具有 如是圣得 这个信愿行三之良 往生的三个条件 也都不是外面求你 原来是我们本来具有的 原来是我们本来具有的 如是圣得 这个圣得 是自圣本具的 得能 我们本来就有信愿行 不是从外面来的 现在 成蒙诸佛如来的教会 成蒙祖师大德的开示 下面经文说 甘者但事本性光明显法 信愿行 这个就是本性光明 我们能够真信 切愿 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本性光明显法 本性里面 本来就具足了光明 光明是什么意思 觉悟 智慧的光明 觉悟的人 才能够真正 真信真愿求生正土 他才具备信愿行 没有觉悟的人 他发不起信愿行 所以只要觉悟 本性光明就显法了 信愿行 信发光 愿亦发光 行亦发光 这个人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 发起大怨 求生正土 最后 还有两分钟时间 我和大家 报告一个最近 在安徽 劳江实祭蟬子 发生的 一个往生案例 谋心是亲眼所见 因为我最近在实祭蟬子 修学 实祭蟬子正在召开 我们师父提倡的 啟建八七七八日 护角色灾 三时系练法会 在法会开始没多久 就有一位居士 和我们做证明 往生进入世界 他是在4月26日往生 这个人叫做林木游 广东人 他六十多岁 得了肺癌 往生是66岁 得了肺癌之后 医生说他没得救了 于是他就来到实祭蟬子求往生 一心专注念佛 他为人非常善良忠厚 好讲信仪 好有慈悲心 善金好深厚 什么事都能忍 他来到到场 居士们和他助念 助念了一天一夜之后 他竟然病好了 好像正常人一样 很不可思议 本来是肺癌晚期很辛苦 但是念佛念好了 后来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月 这个林居士再次病到 病到之后很严重 臥床不起 只能够喝点水 喝点牛奶 来维持生命 到了 这个 座念之前的两三天 就是往生之前两三天 座念的同修也说 不知为何闻到一股異香 等到往生的当日 早上四点 因为我们实际时不止四点钟 要做早货 有些同修说 闻到一股異香 很多人都闻到 当天九点钟 这位林居士和座念的同修 在那个房间里面 看到有一束紫色的光柱 从佛像上面的窗口射下来 刚刚射到林居士的病床上面 这个时候 林居士就对着座念的同修 说 忽泥了 忽泥了 后来 他就一心念佛 到了下午 法师跟他念佛的时候 提醒他 要一心念佛求生正土 林居士合掌点头 表示知道了 请你放心 那跟着 练了没多久 他最后挣扎了起身 还坐了起来 练了没多久 他念到阿弥陀佛的阿字 抹着口 面色很安长 戴着笑意 就走了 看着他往生 往生之后 身体全身由于余面 皮肤光泽 腹有弹性 他的体温 全身冰冷 只有头顶上 还有微微的瘟炎 很明显的往生的迹象 这个林居士是为我们 打三次系练的同修做一个证明 用他真实的成就 庄严道场 我们师父 今年年初 回到家乡 安徽省奴江苑 在实际禅止住下 这位林居士 就用他真实的成就 来欢迎师父法律 所以 他念佛念了多久 从座念开始到他往生 七日七夜 你看看经常说 若一日至若七日 你七日当中 他确实是 盘了老命 念佛 一日早夜不中断 最后 圆满了他的大愿 真是往生的世界 所以 我们学了中风国师 这个开示的淨土法要 最紧要就是 一定要 生起坚定的信心 发起真切的大愿 对这个世间一切都放得下 一心一意念佛 求生正土 必定能够圆满大愿 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得有不妥当的地方 敬请各位大德 多多批评指正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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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